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郭吉杰说 狗头齿又到了没原来诠释何为日本之耻的时间了 诶对 他又要用本田 其实我到现在有一个点不是很明白 当时他只试了本田的几招 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到底是因为本田这个角色太弱了 还是说本田这个角色太赖了 然后他得出一个日本之耻这样一个结论来 那其实两方面都说得通 你说他弱吧 用的人不多 那可以很简单的得出这个角色其实不强 那从他赖不赖这个角度来讲 有些招是挺赖的 让别人蛮头疼的 什么屁股坐你一下 白的拍你一下 都无责任 对吧 所以这个角色到底为什么是日本之耻 你们可以讨论一下 好 那今天这一期将是由哪里捆人来对上梅老板 梅老板开场就直接进了厕所 表示出一副无敌的姿态 只要进了厕所的我 防御加成至少50%朝上 所以他现在的防守一定会非常的好 对吧 中角不完了 这里是直接被抓了一个缺反 落下来还有个修正要做 轻攻击点两下 打一个比较安定的压制 梅老板这里走出来想把对手投进去 没这个机会 那现在梅老板在厕所里面呢 防守方式非常的简单 就用自己的中拳欺负对手 对吧 就看距离拉远了再踢个脚 现在就这两招也够了 对于梅老板来说 他的战斗就维持在这种老年式的打法 按两下就可以了 他不动的时候反而给对手一种更加可怕的感觉 你看现在拿里捆这里很明显就很虚 对吧 看着梅老板这里走过来又走了 但他怎么都不敢出手 这就是梅老板给人的一种威慑力 这一种角 然后开出自己的VT 梅老板这里 他竟然带了个VT1 讲道理VT1是一个性价比非常低的VT 他要耗三格 然后只能顶几个头锤 讲道理没什么太大作用 那就看他怎么来用 对吧 我觉得他应该是闲得黄太无聊了 梅老板又到厕所了 直接选择飞屁股 慢慢磨对手 拖时间 对手VT交出来 这什么情况 我觉得拿里捆这边轻攻击 点完走过去应该是想按头的 但为什么被投的是他 梅老板 而且这种死不拆头的选手 突然拆头了也是非常的微妙 而且这个拆头是按得非常的早 直接抢了一发 把对手抢掉了 那梅老板又要开始了 老年打法 我觉得他选的这个白头发的本田 就非常契合他 你看 就打的慢悠悠的 也不着急 走到差不多可以进攻的位置 他啥也不按 就在那里一蹲 像蹲坑一样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但你会害怕 对吧 毕竟眼前这个人叫做梅圆 好了 这里一锤打中一波VT 落下来一个振逆择 选择择逆向 梅老板抢出一个轻光之头锤 顶开 好了 现在雪楼有优势了 梅老板点完开始 赶紧溜 老年人从来不以KO寄胜负 都是 慢慢的时间到了 然后寄个点 对不对 就老年人的战术 老年人突然双手一招来干我 这里连黄两下 梅老板 什么情况 这里直接裸开出VT 这一波送的很明确 这应该是想要 百列拍到一半的时候开VT 但是无奈架不住自己年纪大了 对吧 有点老年痴呆的技巧 手有点哆嗦 跟不上了 然后VT没开出来 一直到自己百列结束了以后 VT开出来了 一定是在结束以后 他反复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手 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按道理来说这种情况不多借 正常的本田 都可以在百列的那一下开出来 好了 那现在就到第三灯 梅老板手上做了三格资源 他一直蹲在那里 给的一种我要顶出去的假象 但实际上他每次最后 就这样慢悠悠的走出去了 这里一个屁股之列 坏了一个边 再一个头中 学校又有优势了 今天梅老板的战术 非常的微妙 就是一直往后拉 拉着以后突然蹲下 就给你一种我要蓄力的感觉 你要防了对不对 我突然就往前走 摸你一下 就这样非常安全的 就一下一下白嫖对手 来又是摸一下 然后往后一拉 打一个插盒 标准的立回式打法 就是这样来的 利用心理的威慑 不出招 对吧 我有可能会出 但是我始终不出 来了 这里一吹 最后的VT又做 EX不要再做一个换边 来到板边 轻角点两下 梅老板一个跳进 直接换出来 又开始溜了 这肯定要溜 对吧 学到领先这么多 手上还有个CA 还不要溜 溜的溜的 突然来一个指定头 走到脸上再来一发 你又非常的狡诈 对吧 老年人的狡诈 本田怎么玩的 你们学会了没有 看完这场本田 我有一点点学会了 这个战术思路已经很明确了 对吧 基本上就是假装蹲着在蓄力 实际上啥也不干 这个就是本田的一个精髓了 对吧 这个不出招 无招甚有招 来了 开场梅老板这里掉水 掉的还挺多的 VS续完一发 现在VS续了以后 一圈也不敢上 上了很有可能 没老板一屁股就做出去 他现在就专门用这个VS来勾引你 看起来是个破绽 实际上我后面藏着这个暗器 对吧 中角 然后取消一个百列摸一下 EX头锤 直接过对手的VS 现在打着打着 血量差就回来了 跳青鸟再来一波 啊 没老板就这样打着打着 对吧 一下一下摸着摸着 血量就建立起了巨大的优势 虽然没有什么很精彩的操作 也没有什么很精彩的博野 但就是这么行之有效 完了 这里VT中了 中了以后落下来 还要再吃一个则 没老板永远不吃则 防的真好 这个对对手的一些左右套路 已经摸的很透了 他这个角色没有生龙的 就不能通过生龙的方式来防 但是他直接能够判断的出 你左还是右 每一次都防住了 这个时候拿利捆发现 一直打不进去 这个就比较难了 这个游戏最怕最怕的就是 自己明明有进攻机会 但是怎么都破不了防 来这里上来 中条给到一个碎康 生龙落地 没老板反抢一个头 中条被防 接下来没老板 摸着摸的资源又要满了 开始 下段点一下一个百列 中拳魔王 对手这里vs 没老板真的确认 确认过掉以后 对手凹了一手生龙 感觉压力很大 又是要找机会开VT 现在一吹开VT 还得看准来开 你必须要对手这个招中了 对吧 这个对手被防了 要吃雀牌 一套TC落下来 再一个普通头 没老板EX 一屁股 这个就是没老板 当时清点的日本支持的招式 他就是用完这一招以后 说这个是日本支持的 他其他什么也没说 好那VT又好了 没老板应该是要找机会开 他这里中脚被防也不着急 可能是踢近了才会考虑开 对 踢近的这样可以折一下 哈哈哈 没老板都不打拆 他等你拆弯头这个动作出来以后 然后再考虑了一下 慢悠悠的想一想 毕竟上年纪的思维都要比别人慢一点 走到脸上再来一个指定头 好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